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,为什么有些人好像特别聪明,学东西或者上手做他从没接触过的工作,三五天就能摸到门道,几个月后就炉火纯青,甚至还能把工作了很多年的老手都比下去。 可有些人呢,做了好几年,水平依然是原地踏步,没什么长进,或者学了一大堆东西,但什么都不经。 你说,这高手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啊?难道你真的认为,高手就比普通人聪明很多呗吗? 其实不是的,他们之间的不同,只是学习和训练方法的不同而已。 今天,咱们就深度剖析一下,普通人和高手在学习之间的差别。 在探索之前,萝卜大叔恳请您随手点击一个订阅加点赞,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咱们之前应该都听说过一万小时定律,任何事情只要做够一万个小时就能成为专家。 但真的是这样吗? 咱们举几个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例子。 比如说,做饭这件事,家庭主妇做了一辈子的饭,按说远远超过了一万个小时。 但是他做出的饭菜,不一定比在厨师学校学习几个月时间的学生做得好吃。 出租车司机,开了半辈子出租车,时间远远超过了一万个小时。 但是不如赛车场训练两千个小时的赛车手技术高,这个相信大家都能想明白。 这是因为训练方法不一样,教学的老师不一样,训练的环境不一样。 但是我们普通人,在学习一些技能的时候,能不能取长补短来借鉴这些方法,让我们能够快速地提高自己所学的技能呢? 答案肯定是可以的。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剖析一下这些训练的几个关键点,让我们能够迅速地提高自己。 其实这些方法不是我总结出来的,这些知识点是来源于一本叫做《刻意练习》的书。 这本书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安德斯·埃里克森写的。 以前我们总觉得在某个领域里,有的人做得好,那就是有天赋,有的人做不好,那就是没天赋。 认为有天赋的人挖掘出潜能就可以成功,没天赋的人再努力也没用。 那到底什么是天赋?什么是天才呢? 大家普遍认为就是天生的。 但这本书的作者呢,他可不这么想。 他告诉我们,其实所谓的潜能,全都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。 就像跑步健身能锻炼出肌肉一样,只要用对了方法就能训练出潜能。 他认为人的天赋固然重要,但很多高手其实都是靠后天的刻意练习才变得那么厉害的。 说白了,我们得靠这种刻意练习的方法,才能把内在的潜力给挖掘出来。 即便是我们的天赋普普通通,也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训练,虽不一定能够达到行业顶尖,但也能让自己的水准远超超过常人水平。 那什么是刻意练习呢? 作者研究了好多年人的特长,看了好多行业里的顶尖人物,比如国际象棋大师、小提琴家、厨师、赛车手、运动明星、技艺高手、还有厉害的医生等等。 他发现,不管哪个行业,想要提升能力都得遵循一些基本原则。 他就把这些原则总结成了刻意练习这套方法。 说白了,刻意练习就是一套学习方法,那些专家级的高手都是这么一步步练出来的。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,上学或者学习的时候,大家是不是都热衷于做笔记? 老师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,我们就在下面分笔记书,但常常情况是,笔记写得满满当当,一下课却发现老师刚才说了什么几乎全忘了。 即便记得笔记内容,也是云里雾里没有头绪,看着就头疼,更别说运勇了。 这不禁让人疑惑,那些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名言警句,到底靠不靠谱? 不是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吗? 怎么我们一直在学习,在训练,但真正能成为天才的人却少之又少呢? 其实,《刻意练习》这本书的作者已经给出了答案,问题出在训练方法上。 训练方法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类,而我们大多数人往往陷入了无效训练的漩涡中,就像小和尚念经,有口无心,念完就忘。 这样的训练,怎么能算是真正的刻意练习呢? 书中介绍说,刻意练习有两个判断的标准。 首先,练习的领域需要拥有一套完整且成熟的评价体系,以及高效的训练方法作为指导。 其次,进行练习的过程中,必须有一位能够依据这些标准为你布置训练任务,并能及时给予准确反馈的导师。 但是,只有当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,练习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刻意练习。 其实,符合这些标准的领域相当有限,例如国际象棋、芭蕾舞、体操和音乐表演等行业。 但是,在大多数行业中,我们往往无法找到这么完备的标准体系和顶尖的导师。 对此,作者建议我们退而求七次,尝试尽可能地将刻意练习的原则应用于我们所在领域的训练中。 听到这里,如果您觉得有用,恳请您随手点击一个订阅加点赞,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作者归纳,刻意练习必须得满足三个核心策略。 首先,要带着目的去训练。 这意味着你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强烈的进取心,而不是那种做不做都行的随意态度。 如果抱着这种态度,那这样的训练,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 咱们就以练习拳击为例。 之前虽然每天投入十小时练习拳击,但由于每次训练都沿用相同的方法,这实际上是无目标的重复。 我们应该为每次练习设定明确的目标。 例如,当目标是提高耐力时,若训练内容是长跑,设定一个具体指标,如在二十分钟内完成五公里。 完成训练后,评估是否达标,若未达标,则分析并找出可改进之处,如呼吸方法、跑步姿势或饮食等。 若达标,再审视是否还需进一步提升,若需要,便增加难度指标。 这种目标明确的训练方式,让训练变得更有方向性,相较于无目的的训练,成效显著。 如果缺乏这样的具体目标,很难判断训练是否真正有效。 通过持续的目标导向的刻意练习,才能够逐步累积经验,纠正错误,从而实现持续的进步。 其次,要走出训练的舒适区。 在任何形式的练习中,要取得真正的进步,就必须敢于挑战自我走出舒适区。 在学习过程中,分为三个区域,舒适区、学习区、恐慌区。 我们举一个例子,出租车司机,尽管每天开车都有十多个小时,但是一直在自己的重复自己舒适区的工作, 所以尽管开车几万个小时,水平也不会有大的提高,因为没有挑战新的难度。 在我们工作和学习中也是同样的道理,要想获得好的结果,就必须有所改变。 必须尝试接受不同的高强度训练,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刻意练习的环境中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开始进入步书式区域进行练习时, 我们的大脑会自然地进入高度紧张和专注的状态。 这种挑战会激发我们的潜能,形成良性的训练循环。 得到我们想要的训练结果,而不是日复一日地重复舒适区的训练。 最后,必须有及时的反馈。 高质量的刻意练习离不开及时的反馈。 比如,当进行某项活动或练习时,了解自己的表现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是必不可少的。 比如说,你过去常常独自练习,缺乏任何形式的反馈。 既没有他人观察他的练习过程,也没有人指出其中的错误。 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练习。 但无论你在哪个领域付出努力,都需要及时地反馈来准确判断自己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。 缺乏反馈,我们就无法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哪些环节需要提升,以及距离设定的目标还有多远。 那么,如何实现有效的反馈呢? 这里有两种主要方法。 第一个方法是寻求他人的监督,通过他人的观察和建议来指导自己的表现。 第二个方法是自我记录。 如果找不到任何人来监督你的话,你可以利用手机录像或写笔记的方式详细记录自己练习的全过程。 之后,将这一记录与正确的做法进行细致对比,从中识别并总结自己的错误。 这个过程的核心在于不断地寻找和发现自己可以改进的地方,这正是实现个人成长的关键所在。 只有持之以恒的反思,从反馈中汲取宝贵的经验,我们才能取得长远的进步。 爱因斯坦曾经说,成功等于艰苦劳动加正确方法。 一个人的成功不能只值埋头苦干,不值抬头看路,低水平的勤奋只会毁了我们。 所以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刻意练习的意识,才能让我们的努力有事半功倍的所收获。 好了,我是萝卜大叔,感谢您的观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,记得订阅加点赞,咱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